离婚六年,张柏芝终于揭穿和谢霆锋离婚真相,王妃心虚了。 今天上午第一代新女郎张柏芝现身酒店参加活动,当天天气低至零下忙外出感同高的张柏芝,身穿宝款长裙带着其亲自设计的腕表现身,难敌严寒的张柏芝秒变动美人,助手健壮忙贴心为其送上外套一行人匆匆离开酒店。 这个季节还如此的穿裙子简直就是爱美不要命,本是夏天的打扮非要在冬天,女明星真的要如此的折磨自己吗?孩子一天天大了,张柏芝也要靠自己出来挣钱,当一个妈妈真的挺不容易的,趁着年轻就要多做一点免得后悔。 张柏芝身体也不是特别强壮,又不是女汉子,不得不用眠衣月寒。 这不是第一次这么露肉了,早在四天前在北京的时候张柏芝亮相某活动现场也是一席简洁的白色鱼尾长裙,勾勒优雅美好的曼妙身材仙气十足,真也是拼了。 话说张柏芝今年已经,2006年8月闪电结婚,谢霆锋没有选择王妃而是意外的选择张柏芝,那个时候王妃和谢霆锋闹别扭一怒之下选择了离开,于是就是这个离开导致王妃选择了李亚鹏,这是谢霆锋没有想到的,心灰意冷了。 离开导致王妃的时间也是非常讽刺的,不早也不晚,结婚后的第六年,还没有经历七年之痒,2012年5月20日二人和平离婚结束夫妻生活。 很多人都说谢霆锋和张柏芝的离婚与陈关希有直接关系,其实有很大关系,但是不是直接因素。 毕竟离婚是发生在陈关希风波之后的第四年,要说是直接原因,当年应该就离婚了,为何还要等待四年的煎熬呢? 因此陈关希仅仅就是一个诱因,导致离婚最大的原因就是张柏芝和谢霆锋性格差异太大,脾气更加不对付。 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来自于对爱情的分析。 或许是对王妃高山洋指却更爱张柏芝,也许没有王妃修行的那么高端,但对她有同理心,能摸到灵魂的质地,尽管前半生来活得如荆涛太浪,内里却不过是一个貌视热忱的女孩。 没有谢霆锋的日子,张柏芝刚开始是难过的,难熬的,难以适应的,但是总是要过日子,每天还是要吃饭睡觉。 没有男人的日子张柏芝更明白如何生活。 离婚这么多年,很多人都不知道谢霆锋和张柏芝为何离婚。 离婚六年后谢霆锋为何三次求婚王妃都没有成功。 是王妃不肯答应,还是王妃对当年的事情一直耿耿于怀? 话要分开地说。 当年本来应该是王妃嫁给谢霆锋的,但是谢霆锋就嫁逃逸了,直接躲到了张柏芝的家中,这直接让王妃误解谢霆锋是在张柏芝家里过夜了。 事实也是如此,过夜是过了,但是没有发生,按照王妃的性格一定是不相信清白的。 最终的结果就是谢霆锋接受酒驾处理了,王妃彻底的伤心了,不肯继续相信谢霆锋,谢霆锋也是一个倔强如牛的男人,竟然一不做二不休真的和张柏芝恋爱了,婚姻就是这么造成的。 想一想张柏芝和谢霆锋有多少感情基础。 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不靠谱的,小编有一个朋友也是如此,当初相亲的时候碰到了很多男人,但是最终都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都没有心动的感觉。 最终真的就是省美疲劳了,找了一个男人结婚了,不是喜欢这个男人某个地方,而是找不到拒绝他的理由。 农村家庭,大学毕业,人品善良,为人老实,孝顺父母,工资也不少,有房有车有贷款,车贷房贷都有,真的就是普通人。 现在每天都在犹豫要不要离婚。 离婚吧,有点舍不得,不离婚吧,眼前这个男人不是自己喜欢的,谈不上感情。 犹豫犹豫好几年,孩子已经上幼儿园,还是犹豫。 也许在过上几年还是犹豫,但是这样的婚姻是美满的吗? 肯定不是,如果离婚真能找到更好的喜欢的男人吗? 带着孩子敢离婚吗? 谢霆锋的家庭也是一个命运多传的家庭,爸爸谢贤离婚,妈妈迪波拉离婚,谢霆锋也是离婚,造成妹妹谢霆霆至今没有结婚,不是不想结婚,而是真的找不到可以结婚的男人。 和鹰眼的爱情也是无疾而终,没能如愿以偿了。 张柏芝说谢霆锋是一个新型决定性格的男人,谢霆锋的个性中融合了两种极端的元素。 舞台上情深之处的哽咽和流泪明显是两种性格的结合,台上的谢霆锋自信激情,非我莫属的狂野与舍我齐谁的大气。 生活中的谢霆锋敏感甚至脆弱,渴望和朋友交往却害怕被误解于是刻意保持距离,无法是从娱乐、失眠和多虑就成了她的特质之一。 王妃嫁给谢霆锋真的就能幸福吗?结婚了就要接受谢霆锋的家庭,谢贤和迪波拉唯一认可的儿媳妇就是张柏芝,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毕竟孙子才是被老人认可的事实。 难道真的要三军嫁给谢霆锋吗?这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你们希望王妃嫁给谢霆锋?还是就这样若即若离保持现在的恋爱状态,可以进,可以退,不被束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